哈啰大家平安大家好 又回到这个熟悉的背景了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用一个非常居家的状态面对大家 因为我们真的被胚胎的时差搞到非常的疲惫 我跟我老公本来是累到完全是没有时差 是真的可以到头就睡觉 但是因为胚胎时差蛮严重 所以变成我们半夜都是起来 take care of him 然后一两点他会肚子饿 前面两天是这样 那后面我们就调整 anyway 现在重点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很累 这样 所以就请包容一下 我是这样的全速的状态来见大家 今天的这支影片呢 主要就是要来分享胚胎搭飞机的状况 跟所有要带任意回台 或者是有这种跨国的飞机搭乘的计划的爸妈们 请看好这支影片 我会分享所有的订机票 要怎么订到那个basinet的那个前面那个位置 and then 有没有值得用那个basinet那个摇篮 然后我们用的状况怎么样 我会今天一次都在这飞机机场相关的 就是在今天这一机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所以去城呢 我们是买直飞 就是从Ontario飞桃园直飞 去城是比较久的 他表定是写14小时40分 我们的飞机是有delay的 delay了一个多小时 好 这个就要讲到非常惨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的飞机是10点50晚上的飞机 表定是这样子 所以我想说好 配他平常睡觉就是大概10点左右 所以我觉得10点50到那边其实上飞机 然后前半个小时 我们知道会登机嘛 应该就会进入一个想睡觉 就是准备入睡的一个状态 所以应该OK不会是太 it's not going to be a big problem 后来我们到了机场 我们这一次是用carrier 这边我们是用carrier 我们没有带他的stroller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只是想要选择一个带 我们不想要带两个 就是尽量少东西越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二则一的选择里面 我们选择了carrier 也就是这样背在我们身上的这样 所以我们去城的时候 我们配他就是完全就背在我们身上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回台湾 Jason的cousin会有stroller给我们 所以我们这一段路我们就省下来 我们就没有带stroller 因为回台湾就会有stroller用了 OK这两个原因 好所以去城的时候我们用carrier 我觉得一切都很好 嗯就是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到了机场 然后他就本来他其实在我身上已经睡着了 大概20分钟的车程 从我们家到ontario机场 好谢谢Bob带我们去 然后到了那边 我们就很热闹啊 很多人啊 讲话什么的 配菜单人就起来了嘛 因为那一天可能天气啊或什么下雨什么的 所以有很多的原因 anyway就是delay 然后在机场已经delay了 终于可以boarding了 我们已经登机了 登机之后上飞机 我们又delay超级久 这里是痛苦的部分 因为你在飞机上delay 他是要我们系安全带的 所以配胎那时候已经很想睡觉了 但是他需要 因为灯还是亮着的 哦那边真的超不爽 我觉得到底何时可以关灯 小姐现在已经10点50 11点因为delay 11点半PM 可以关灯吗 这样配胎全体比较好睡 因为我们又要系安全带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站起来哄他 你懂吗 就是他很想睡觉 我也很想要帮助他进入睡眠 所以他就不会在哭 在闹的状况下 为了大家 所有乘客的 好 真的就是关卡灯真的会好 反正我那时候心里是这么呐喊的 anyway 灯就是亮了 大亮 然后配胎整个哭闹到不行 前面先小哭闹小哭闹 他就说很想睡 妈妈 我很想睡 他就哭哭哭哭哭 我们就这样拍他拍他 当然他说work啊 因为他就想要我们站起来 有baby的 应该知道baby就是喜欢我们站起来 走动摇晃嘛 然后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然后delay 我们在飞机上等哦 等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like 真真 真的是很nightmare 因为这一个小时 除了那样哭哭哭哭哭之外 他会越来越大声 越来越严重 因为他越来越累 然后他就整个就到后面 大概10到20分钟吧 就完全是放声 大哭的那种 我当下其实认真想要站起来 到我们那 因为我们是在baby有摇篮的那个位置 所以是第一排 那一舱的第一排 我很想站起来 站在那一舱的那个走到前面 90度鞠躬 跟大家说 对不起 这个状况我也真的没有办法 飞机一直不飞 不然你要我怎样 所以就是那个当下 我跟你说 我跟老公真的是 脸皮要厚到一个 like这么厚 才可以 然后我内心就一直想说 好就要像Charity 就我朋友讲的 呃 就是这些人下飞机也不会再见到了 反正他们恨我们 或怎么样都没关系 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谁 就要抱着这个心态 然后就去忘记这 所有的不好意思 所有的尴尬 所有的想要挖地洞 然后钻下去 所有这些 最后最后 Thank God 一个多小时吵闹无比 的过去了 然后飞机终于终于要起飞了 一起飞 一起飞 胚胎立马睡 就直接睡倒 这样子 然后一睡就睡了大概六七个小时 所以这一段 以前就真的是最 惨的 因为这段时间你知道也11点多了 其实对其他乘客们来说 也大部分正常来说也都是睡觉时间 所以他们其实也都准备要睡觉 然后胚胎这样吵 其实真的是还蛮 吵的 所以这段呢 真的很痛苦 然后也最最最考验爸妈的 脸皮厚的程度 就你真的只能给他摇着牙 然后厚着眼皮 撑下去 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这一段完了之后呢 我刚说他就睡了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 我们中间就 当然先从我身上睡 一睡了之后 等他睡熟了 我就把他transfer到 那个basinet里面 所以胚胎是偏小支的 华航的规定呢 我等一下会再查一下 我会放在资讯栏下面 就是他的 我记得是28 24 Either重量是要20 不能超过28 或者是长度 应该是重量不能超过28 长度不能超过24寸 胚胎那时候就是都在他的规定范围之内 因为胚胎真的比较小 所以这个是华航的 就是China Airlines 它的规定是这样 那各个航空不一样 所以Defensa你要做哪个航空 你要去查一下 我到时候会把连结各个航空放在下面 你们就可以直接去资讯栏看 我们一开始是有用一个那种很 那种伸缩很好的弹性很好的放在上面 就给他盖起来 就想要让他暗暗的嘛 就万一中间送餐啊 或者是拿小姐来问说你要吃什么 这些讲话的东西 我们尽量想要把它盖起来 就不要让他吵到 反正我们就是为了让他睡好 因为他睡好 就表示整架飞机的大家 也都可以有好的时间 我们真的是抱持着这样的心情 可是呢 因为那一个东西 它是整个会是flat 然后胚胎 它已经算是那一个Bassinet的 一个紧绷的大小了 所以那个flat整个起来 其实它是 它的身体是会弄到 而且它睡觉 你知道小朋友有时候睡会这样拱起来 今天是超过那个Bassinet的那个水平线 它是凸起来的 它只要一醒就要抱起来 然后就要再从同一次 然后等他睡着 我们再放回去 聚程是这样 就算是还用到蛮多Bassinet在睡觉的 但是也有另外一半的时间 就是他醒来之后 他可以在那个Bassinet上面 就是可以跪着啊 可以稍微你知道在上面有一个空间 让他玩 然后有他的玩具 我们可以在里面给他 我觉得是好的 因为他至少有一个空间在那里 不会说只能是我们要抱着他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空间的好处 有这个 就是让他有额外的空间 因为你不可能把他放在地上让他爬 可是因为 胚胎搭飞机的时候是11个多月 他已经很会爬 然后 他又是一个活动力很强的小孩 所以不太可能 就这样一直被我们抱着而已 就有那个空间 来让他稍微 活动一下 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有时候可能三个小时过后 他又想睡觉了 那就会开始用音音啊啊 又开始吵 又开始 你知道闹叫 所以就要再抱起来 然后开始走动啊 然后开始这样哄他哄他哄他 所以 我觉得后面的那几次都没有前面的那么 没有前面的一个小时 delay 那么的辛苦了 最辛苦最辛苦 就是前面的一个小时 delay 你没有办法走动 你没有办法抱着他哄他 站起来走动 这一段是最累的 其他时间其实都还好 去程是15个多小时 甚至到16个小时 包括delay 所以说我在飞机上的时间 真的很久 比起我们回来呢 真的差太多 我们回来真的状况 其实好非常多 其实我们在飞机上 我们两个就是那一个小时啊 一过了之后 他开始进入睡觉 我跟我老公就是对看一下 然后就觉得我老公就说 我们还有一趟回来 啊天啊 真的是崩溃的耶 就真的就像电视演的那种 打晴天霹雳 然后打雷 那种当下是这种心情 就怎么会还有一次 就一直到我们要回来搭飞机的前面几天 我们只要一想到我们要搭飞机 还要再面对一次这样的状况 我们我跟我老公真的是觉得很痛苦 我们认真很不想搭飞机 就是不想要有这段 就有个哆啦哩梦的那个 你知道润翼门啊 直接开门就知道多好啊 对但是Thank God 我们回程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回程其实算顺利很多 然后我觉得很大的差别是 他的时间11个半小时 不到12个小时差很多 你看我们去程是16小时哦 回来是11个多小时而已 就算11小时好了 差了5个小时 你知道5个小时中间 我胚胎是3个小时会睡一次 已经少了一个睡觉 还少了玩的时间 这是差超级多的 所以回程的状况呢 我们delay是delay22个小时 所以直接是到隔天飞 本来是晚上9点的飞机 然后到隔天7点半的飞机 上飞机的时候其实到那个时候 他已经很想睡觉了 然后我们一到机场 有先make sure 先点东西给他 只有没有提早到 所以你有带小孩呢 你就是提早到机场 先make sure他上飞机之前有吃饱 吃饱之后其实他已经很想睡觉了 所以before我们要登机 他已经非常非常想睡觉了 他已经在后机室那边 已经是等着哇 大叫啊 然后我赶快带到旁边 不然真的会很像我在虐待他 你知道吗 我没有虐待他 我就只是抱着他哄他睡觉 一个他真的很想睡睡 就是闹得整个 就像我虐待他一样 然后就哄哄哄哄哄 哇整个叫什么什么 这一段呢我们回程 我们就想说好 那既然我们决定把 Jason the cousin 给我们的那个stroller带回来 那既然带回来那就用咯 所以我们这一段回程 我们没有带carrier 我们carrier是放在我们的行李箱 checked in 然后我们是带我们的stroller 我跟你说 根据我们这个经验 跟根据我们家的宝宝 stroller是错误的选择 你搭飞机不要带stroller 因为胚胎他开始闹叫的时候 他完全不想坐在stroller里面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抱 可是你知道回来 经过一个月在台湾 已经一岁了 他真的是有重量的 我跟我老公真的没有办法抱着他那么久 你带carrier 至少你是全身的力量去背他 腰会酸啊或什么 it's ok 但是手酸你真的会撑不住 所以那时候我在哄他睡觉的时候 我真的 那真的是妈妈才有的毅力跟力量 你去撑着那个重量 然后你就是要哄他哄他睡 等他睡着 因为真的太多人在等飞机 你就不想要去让他吵到别人 我们是很有良心的家长 所以我们是真的是到最旁边 那边都没有人 那个电梯搭电梯那边 很少人可以搭电梯 我们是在那边哄他 所以这一段呢 就是最后最后在上飞机之前 我把他哄碎了 哄碎了 然后上飞机 结果到上飞机起飞啊什么 这一段都没有等很久 所以我觉得回程 就是从台湾回LLA这一段呢 真的一切顺利非常多 就是以飞机除了delay 22小时这一点之外 开始起飞登机什么什么 我觉得顺利非常多 比起去程 所以一起飞他就起床了 起飞没多久他就起床了 但是就没有这些什么耳鸣的问题 在飞机上 因为后来我有不舒服 就是我因为我们是有都有感冒的嘛 所以我整个眼压或是整个头痛 反正就是极度不舒服到 我就吃了两颗magnetium 然后让我自己放松 然后睡觉 所以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点是 配爱后来从十点 我们七点半的飞机 比如说在那之前他就已经睡着了 然后到八点多 三点多之后醒来 他又有继续睡 十点多的时候他就有继续睡回去 十点多他就一路睡 睡到好像三四点 这样就睡了大概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这段时间他已经没有办法睡在best net里面了 因为他已经长大了 那个best net我们给他放下去 他是整个头 他是要睡在那个斜对角线 然后头是要有一点挤在这边 就是那个已经对他有一点太小了 然后他也不舒服 因为他是没有办法自由的活动跟伸展的 所以他一放下去没睡多久他就起来 跟去尘已经不一样 他已经长大了 所以中间那一段十点那一段睡呢 我是把他抱在我的身上 然后因为我刚刚说我不舒服 所以我也吃了Megnesium 所以我也睡得很好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抱着睡 等我起来看时间的时候已经三点多了 所以就大概五六个小时左右嘛 然后这一段一过其实很快 我就我不舒服也好了 然后他也睡好一大觉了 就开始可以你知道就真的好很多 其实后面就到三个小时之后 他又要睡就是一样那种小小的闹觉 没有很夸张 我就站起来然后去走一走啊 然后前面那个空间 然后走一走摇一摇 然后他就又睡着了 所以我就回来真的比 因为我们去城已经有下到 所以我们已经都做好最坏的打算 所以回城我真的是 Hallelujah感谢主 真的轻松非常多 然后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难那么多 算是简单非常多 然后时间我刚说也才十一个小时多 所以很快 中间又睡五个小时去了 前前后后扣一扣 吃个饭吃个东西玩一下 其实蛮快就到了 然后到最后下飞机之前 他也睡了 就要刚好要下降落之前 他就又睡着了 所以一切都还蛮顺利的回城这一趟 OK那现在就直接来讲 你要怎么样订到best net 如果你的宝宝的size 还是OK的话 你要怎么订到best net的位置呢 请你全部都确定好 你要订的机票日期 好哪一个班机 全部都看好了 你在网路上都看好了 再买下去之前 请你拨个电话给航空公司 跟他make sure 我要买几号 几月几号的飞机 宝宝宝宝 我要有好秘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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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跟你 hace把及格索尝 这个身高有没有 未公司的日期 那你就告诉他 護石 wildntown 你的小孩多重 多长多高 他就说 如果有在 那他在空间的位置 现在这个有的 或者是别人已经take the set 你就没有 看你们是 要换一天隔天 sopr你问他哪一天排 那晚一些我觉得有没有呢 因此提及飞机票的 你先打電話 make sure 然後 make sure好了之後 最好的狀況就是 make sure好 他說好 小姐你今天剛剛這天可以喔 你就說好 那我現在買金票 你就右手就把他 click 好買金票之後 他就會電腦就go through 就是process 他就會直接幫你化位 這樣是最好的 就是一條龍 你也不要再掛電話 然後又去訂 然後又打電話回去 你又要等你知道 你就要等很久 所以最好最好就是一通電話 你所有你的日期 什麼什麼 everything 你都已經看好了 確定好了所有 information 你都已經type in 然後打電話 就差要買下去之前打電話 就是一通電話 解決所有的事情 好再來 best net 真的有需要嗎 好用嗎 像我前面那個故事 我們的過程講的 去城呢 我覺得以配胎的size 他還ok 就是真的已經是緊繃了 就是我的緊繃是 他還是稍微有一些 free spaces 他可以在裡面 還是可以動啊 可以翻身的一個大小 然後 it's good that there's extra spaces for him to move around 他不會一直被我們抱著 他就可以有在裡面 我們可以在裡面跟他玩 他起床的時候 他可以在那個空間上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事情 但是呢我覺得一個 要注意的點就是 其實去城呢 他睡在裡面的時間 我老公在睡覺 我是不敢睡的 因為他 我說過他的size 然後他已經11個月 所以是很會翻身跟很會動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起床 他如果起床 他是有可能翻出來的 因為那個淺淺的 他如果跪著 都在他身體一半以下的高度 所以他如果真的要翻出來找你 他看到你在前面 他真的要翻出來找你 他是真的會翻出來的 可是那又有一點距離 所以不是你知道 就是他一定會掉 如果他真的要翻出來的話 所以我是不敢睡覺的 所以在全程 我們說去城的時候 他比較多睡覺的時間 是在那本身裡面 那就代表 去城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有睡覺的 That's why我們這麼累 因為我完全沒有睡覺 因為我老公很累 我讓他睡 那我們不可能兩個都睡覺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人起來 那就是我起來 所以我就是看著他 就是稍微咪一下 然後他有什麼動靜 然後就馬上起來 然後看起來 沒事沒事 然後再睡回去 然後睡著咪著 睡著咪著這樣 所以這一趟真的是我們 最累 最累的一趟飛行 就是回台灣 最累的回台灣的飛行 也是最累的 EVER 飛行 因為我老公其實睡 他也沒有睡好 然後我就幾乎都沒有睡 所以很累 所以這個是一個點 然後第二狗飛沈的時候 我不是說我是抱著他這樣睡嗎 因為那個Bessonet 已經too small for him 所以我抱著他睡 反而我們睡很好耶 就當然也包括可能 我吃Magnet museum 所以就讓我relax然後睡覺 所以我們那五個小時多的時間 我跟Baby都睡得非常好 因為我不用擔心他會不會 從Bessonet掉下來 所以我覺得 有好有不好 你自己斟酌 但是我老實說 我覺得一個最大好處就是 你可以坐在第一排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 因為坐第一排 你還是有比較多的空間 讓你們活動 可是第一排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Baby的東西很多 可是在起飛跟降落的時候 你那些東西全部 都要放到那個上面 你不能放在 因為你沒有腳下面的空間 你是後面其他的 才有腳下面的空間 第一排是沒有腳下面的空間 給你放 所以當你一堆東西 水啊 然後Vaseline 飛機上會很乾嘛 然後這些東西 然後他的餐具啊 他的food啊 這些東西就是很雜亂的時候 然後起飛的時候 跟降落的時候 又要把這些東西 全部又要塞到上面 那個空間 這一點有一點小麻煩 然後這一點是 就是提醒你們一下 另外飛機上面呢 他們會提供我們什麼東西 他們會提供你尿布 然後還有一些baby food 也會給你 那我們去城跟回城得到的 brand還有食物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我會把照片放在上面 去城呢 是那種像這種 這種jar的這種嗎 然後這樣打開吃 我們是完全沒有給胚胎吃啊 因為我們有帶東西給胚胎 然後去城 其實華航早餐會有一個粥 還有一個omlet 選粥 那個粥胚胎超愛吃 什麼芥菜 芥菜雞肉粥吧 好像 哇 胚胎超級愛吃 然後我們去城的那個crew 人也都超好 然後我跟空姐說 我們baby吃你們粥吃的好喜歡 他說還要嗎 我們可以再給你一份 所以我們後來就拿了兩份 對 所以因為我吃不夠 就我們兩個各一份嘛 然後baby food就是那些 我說的那些jar啊 蘋果啊什麼什麼這樣 所以我把我的粥分給胚胎吃 胚胎又吃很多 所以我自己是吃不飽啦 所以就又再多拿一份這樣 所以選粥 粥真的很ok 你如果是這個月齡的baby 是一個月一歲左右 那個粥是超級ok的 選粥給baby吃 他會很喜歡 回城的話 我們也是有diaper嘛 diaper他都一定會給你 我記得去城的時候 他給我們大概有五片diaper吧 然後那個size也都剛剛好 因為胚胎其實算比較小隻 但是他的size 準備的就是他的size 就是3號 非常perfect 就我很怕他會準備比較大 他就不能用 沒有很好 然後回城的話 他是給我們那種打開頭 用打開然後這樣吸的 我們後來中間有給胚胎吃 因為回台灣一趟 就已經變得比較隨便了 就是有吃就好 有吃就好 沒有在那麼的嚴格 飛機上會給你的東西 就是這樣 第三個就是 你到機場到底要選擇stroller還是carrier 我剛剛前面有講 經過這次的經驗呢 我們絕對是選擇carrier 因為carrier 我們家這次的狀況是carrier 他不會有不想做的問題 但是stroller他會有不想做的問題 你stroller一旦他不想做 你就是只能抱的 you don't have second choice 但是carrier你可以 either抱一下 然後或是飛在身上 幾乎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你到Airport 然後很多人啊什麼 他其實光忙著看那些人 他就已經沒空在那邊跟你說 我不要在carrier上面 因為carrier至少還是跟你貼在一起的 所以我覺得 兩個要選的話 我們是for sure 一定是帶carrier 應該是說 根據我們這一次的狀況 carrier絕對是贏過stroller 因為stroller就是我們灰塵 我們用stroller 胚胎完全不要做stroller 他stroller就是擺在那邊沒有用 他一個人還要推著 然後小朋友就只能抱著 所以那個stroller沒有用 就是多一個東西而已 再來呢 大家都會關鍵的問題 就是耳鳴的問題 honestly 胚胎並沒有耳鳴的問題耶 就是我這一次去城我想說 大家都說他耳朵會不舒服 會哭什麼的 他其實都沒有耶 他哭就是想睡覺 然後 像我講的一起飛 他馬上就倒就睡著了 所以完全沒有耳鳴的問題 我要給他奶 要給他喝 就是讓他吸 讓他吞東西嘛 他也完全沒有藥 喝的意思 他就是只想要睡覺 他不想要喝奶 然後灰塵也是 就算我講了 我們上飛機之前 他已經睡著了 所以沒有 沒有這個問題 下飛機他也沒有 反正是我感冒 我在那邊痛得要死 痛得在那邊跟我講 很痛很痛 我那時候覺得我耳朵 已經要炸裂了 結果真的超級不舒服 他胚胎還在那邊對我笑 所以我覺得耳鳴 這個問題反而 胚胎是沒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不是一個太大的concern 反而 最後一個提醒就是 不要帶太多東西去安檢 因為去城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要帶 baby 的水啊 飛機上的水 不知道有沒有乾淨啊 然後帶胚胎的食物啊 然後因為萬一沒有他 可以吃的東西啊 不要 你多帶就只是安檢更麻煩 我們去城安檢真的麻煩到爆 他每一個bottle他都要檢查 每一個只是water喔 真的只是water like warm water 他都要打開然後檢查 用一個赤子然後確定 反正我們被潑到到旁邊 就超級久 超級久 然後連我們的那個food jar 那種保溫的那種東西 那種thermal 大家就要檢查 反正 just don't do it 就你帶最簡單的香蕉這種東西 就好了 其實水 to be honest他們也會有瓶裝水 然後真的沒有差啦 你就是you know 就這樣 你了不起帶一個小小的bottle 的那個warm water 或是hot water in case 就這樣子就好了 其他食物啊 都不要帶 食物就是帶最簡單的 you know banana 或者是 像平常外面買的那種baby food 或是他們給你的baby food 你就拿那個給他 就可以吃就好了 真的不要自找麻煩 我覺得我們去城有這個經驗之後 我們灰塵沒有帶食物 就完全沒有帶食物 不要麻煩自己 你要帶一個小孩已經很多的未知數了 所以這個是你知道你不要帶就不會有麻煩的 那就不要帶 因為真的我們去的時候 哇那個安檢真的是我們覺得最麻煩的一次 真的超級久 然後我們久還會影響到後面的人 檢查的人 他們也要等我們 因為我們我們在那邊應該要檢查可能有20到半個小時喔 真的很久喔 不要開玩笑 不要做這種事 就是不要帶食物 然後了不起帶個hot water 你如果說飛機上的水 瓶裝水比較冰嘛 那你不要給baby喝什麼冰 怕他腸胃會咬起來會不舒服的話 那你就是帶一個warm water 這一部分呢就是所有的飛機啊 在機場啊 那我希望有很大很大的幫助你 那還有其他相關的問題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然後我會 所以如果我有落高的反正我就會用留言的方式回覆你 呼 我們平安抵達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